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林夏萨摩 你才二十几岁 为什么总怕来不及 前一段时间有个九四年的学妹给我打电话 她说她很迷茫 很害怕 她说没想到一转身就大三了 很快就要大四了 感觉好像随时要毕业的样子 可是她回头去看过去的三年时光 她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 读书没有好好读 恋爱也没有正经谈过 社团也只是随便打打酱油 她说感觉自己好失败 好像什么都做不好 不知道一个这样的自己 要如何面对明年的毕业 她还说这样一个平庸的自己 身边却不乏厉害的人 她认识大一开始就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四处旅行拍照的学姐 如今已经开始给旅行杂志贡稿 她认识大二的时候就交换去美国的长春藤名校的学长 现在已经在那边读研继续深造 她还认识大三时就已经有了自己设计工作室的同届朋友 接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单子后 工作室目前已经小有名气 可是 反观自己呢 自己 好像一无所长 走在人群中 随时会被淹没 她说 明年就要毕业了 可是自己并不知道毕业以后要做什么 现在学的专业并不是她喜欢的 当年高考以后 就是随便填了个学校 填了个专业 不曾想过 那个时候的选择 竟然就直接绑定了以后的人生 她好羡慕那些目标很明确的人 要么 就是从事本专业的工作 要么 就干脆跨行 做一点别的 可是 她连个确定的答案都没有 她说 我该怎么办啊 好像 做什么事情都来不及 她说 好像过了二十岁以后 时间一直在快进 有太多的东西想要尝试 有太多的事情想做 有太多的地方想去 可是 好像根本来不及啊 她觉得好害怕 她怕自己就这样匆匆过了一生 到最后 却什么梦想都没有实现 她说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好了 如果多给自己一点时间 也许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 至少 她会有更多的时候去思考 去决定 去规划和经历 一个更好的人生 可是 可是你才二十岁啊 为什么害怕来不及 究竟是哪里来不及呢 如果 今天 你只有二十岁 都觉得时间对你不公平 有太多的想法和愿望来不及去完成 那么 那些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甚至是八十岁的 该怎么想呢 他们该向谁去讨时间 该向谁 去要公平 你知道吗 其实 只要你愿意 一切都来得及 这个世界 有三十岁开始重新学习 参加高考的人 只为了圆自己 年少时因故破碎的一个大学梦 这个世界 有四十多岁开始健身 连续坚持二十七年 练就一身健硕肌肉 可以拉起四百斤杠铃的人 他叫善姆布莱恩特 来自美国佐治亚州 这个世界 由八十岁开始学画画 九十八岁成为艺术家的人 他是一位日本老爷爷 原本只是个印刷工人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后 开始用Windows95软件 画图作画 刚开始只是兴趣时然 画完后将画作 打印出来自我欣赏 慢慢地开始举办个展 甚至啊 开始将作品 推出市场出售 所以 你为什么怕来不及 跟这些人相比 你凭什么怕来不及 如果害怕有用的话 要努力干嘛呢 那我每天 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躺在床上 自我催眠 重复着 我好害怕 我害怕来不及 我害怕来不及的心理状况就好了 我一害怕 天就不会黑 我一害怕 就不用写毕业论文 不用答辩 不用毕业 我一害怕 就不用烦恼找工作 不用每天上下班 去公交 反正有人养着我 朋友 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天真 这么可爱呢 害怕 是这个世界上 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之一 害怕 它只会徒增无畏的烦躁和压力 并不能帮助你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 事实上 更多的时候 害怕 像是一个任意反弹的弹簧 肆意地缴乱你的生活 你越害怕来不及 就越来不及 你越害怕事情做不好 它就真的做不好 颇有点莫非定律的意味 所以 害怕 不仅无异于问题的解决 更有可能 使得问题变得更糟糕 既然这样 你确定 还要继续害怕下去吗 其实 你不是害怕 你只是 太急功经历罢了 从小 你就听过太多 少年成名的故事 古有王博苏氏 今有张爱玲寒寒 更不乏席绢网络的 90后CEO 马佳佳 于家文等辈 这些人 让你恍惚觉得自己也可以 也应该是少年成名天下之 这类人之中的意愿 你希望在一个还算年轻的年纪 就能够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拥有足够你挥霍的资本 这资本可以是时间 可以是金钱 也可以是能力或才华 如果你是大学生 最好是学校里 一曲一动都备受瞩目的风云人物 或者是学生会和社团里的 受气重的骨干 总之 不论学习还是社会实践 你都如鱼得水 风生水清 可是 如果你已经离开象牙塔 不如社会 那最好呀 是有一帮意气风发 与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 或者一 是有一帮意气风发 与你一起打天下的兄弟 或者一份如日中天的事业 又或者 一份轻松好混的工作 换一句话说 是以你的能力 可以轻松驾驭的工作 高大上的工作环境 诱人的薪资待遇 同事是逗逼 老板是傻逼 隔壁要是有个帅逼或者美女 就更好不过了 对了 最好在外有男朋友疼 婚女朋友爱 在家有父母宠着 出门有朋友罩着 生活如此 你便再也不必害怕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你羡慕的人 那些混得风生水起风光无限的人 拥有怎样独特的能力或才华 经历了多少暗黑的时光 付出了多少苦逼的努力 才换来今天这样一个 像是开了外挂一样的 金灿灿的人生 当我们连走都没有学会的时候 就妄想着 跑得很快 是不是很贪心 不是说你不可以少年励志 而是励志以后 要一点点努力 慢慢的进步 直到你成为你喜欢的样子 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当年张爱玲一句出名要趁早 不知道撩拨了多少少男少女 蠢蠢欲动的心 太多少年成名 春风得意的桥段 在我们的耳边和脑海里萦绕 所以 当我们处在一个二十多岁 寂寂无名的年纪时 我们困惑 迷茫 焦虑 不安 可是你忘了 路要一步一步走 饭 要一口一口吃 连胖子的肉 都是一斤一斤 长起来的 害怕 是因为前方的道路漫长而未知 害怕 是因为现在落后于别人很多 害怕是因为 怕自己终究无法成为 自己想成为的人 可是 没有关系啊 只要你愿意努力 愿意去改变 任何时候 都来得及 我有两个成语 特别喜欢 一个 是来日方长 一个 是后继勃发 来日方长 讲的是一种态度和信念 是一种 出自对于美好未来的强烈笃定 时间 一定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所有的付出都一定会有回报 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那以后的事情 就交给时间 我们要做的 就是静静地等待着 属于自己的那一阵风 等风来的时候 张开翅膀 奋力 翱翔 将曾经的落后于人和落寞失忆 都以笔勾销 至于后继勃发 强调的是一种做事情的态度 你现在所有的努力和准备 都是一种沉淀 一种铺垫 都是为了将来某个特殊的时间点到来时 你可以爆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敬畏填海 于公一山 这些古老的传说里的英雄 之所以会成功 靠的都不是力 而是毅力 一股来日方长的持之以恒 你要相信 总有一天 你的努力 会为你证明自己的 所以 不要害怕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 都会经历迷茫 困惑 苦病 但 黑暗 终将会过去 光明终将会到来 除非 宇宙爆炸 地球毁灭 战争爆发 而你时日无多 否则 一切 都还来得及